那這個到了馬哈雙年城還要做什麼? 在我們密教裡面有很多法 像這個開頂法,開頂了 這個中脈 那你這裡有頂已經開了 你開頂法協會,你可以出你的四神 到了十方的佛國去聽佛講經文 那這是開頂的方法 另外呢,還有著佛法 就是把你的丹田的果生起來 那這個著佛法生起來 一切的很多的密教的法 跟著佛法都有關 你著佛生起來 你才能夠修什麼? 著佛生起來 也可以修開頂 也可以修夢關 也可以修放關 放,放關法這個放關 還可以修中陰謙詩 那麼有幾個法 本身來講這些法術是相關的 那麼上了法術以後 你還必須要修這些法術 你還必須要修這些法術 將來 你修了靜光 你所有的光明能夠融合在一起 我講了 有雲點光 有著佛光 有這個中脈的光 結合起來 變成你自己的本尊的光明 到了這種程度的時候啊 你可以以自己自身的本尊的光明 直接就可以成佛 所以密教是直接成佛的中派 那麼非常的 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 有更好的 更微妙的那一種結束 那在法術堂呢 我盼望這個 所有的人 能夠 都能夠登上法術 按照六祖所講的 祂認為 祂是這樣的認為 這個時候啊 心是非常重要的 心是非常重要的 心如果親近 心如果親近 一切淨土 都能夠親近 你人如果在殺佛事件 你心如果親近的話 你就上了法術 六祖也講 你心如果親近了 佛國也親近 所以叫做 心近 則佛土靜 心近則佛土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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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 你要到 你一直在想 我要到 麻哈雙蓮池 我要到 西方極樂世界 最重要的 就是 心親近 你心近 心親近 心親近 一切的 殺佛事件 也變成佛土 心親近 到處都是佛土 心不親近 到處都是殺佛 就是污濁的世界 那這一點 是非常重要 六祖曾經提到這個問題 可能明天會講 明天啊 就是剛好講到這個 人家問這個問題 那今天就在這裡講 所以你們是 最先上法州的 那這一次出來弘法 用心良苦 希望 每一個人啊 將來我們這個宗派 是 因為不捨一個眾生嘛 大家都顧一些眾生 也希望 希望這個台灣啊 所有的 堂 會 士 能夠多度一些人 那 會呢 變成堂 那堂啊 變成士 因為我們是大聖 大的寡船 必須要度更多的人 那大家呢 適合這個 師尊的這個用心 製造這個大法床 每一個人啊 一個人啊 只要度十個人 這十個人 再度十個人 就多少人呢 一百人 一百人 一百人再度十個人 一萬啊 一千啊 一千人再度十個人 就一萬了 就越來越多了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密教我們 密教是大聖 大聖佛法 就是要製造大的法床 要用心良苦 要用心良苦 我們不是像一般人 用心良苦 有一個 有一個男生啊 對他的女朋友講 我用心良苦 去這個電影院買三張票 那女朋友就說 哎 不是買兩張就好啊 怎麼多帶一個這個電燈套 他說 他用心良苦 一張是給他爸爸的 一張是給他媽媽的 一張是給他弟弟的 那個房子裡面就剩下兩個 這是用心良苦 這是用心良苦 他買這電影院 買三張票 給他爸爸看 給他媽媽看 給他弟弟看 這剩下他們的 用心良苦 師尊不是這個人間的用心良苦 師尊用心良苦 是希望 我們殺整個殺婆世界的人間的眾生 都聽到真活祕法 都懂得修這個身口意清淨 身體清淨 火清淨 意念清淨 意念清淨 依照這種三種清淨 你可以化解你得試了所有的業戰 化為三種 你的心清淨 佛國淨土也清淨 謝謝你 那師尊呢 本身呢 這個 來氣馬哈雙年使 很多使 來跟大家講 這個 你們啊 要念佛 要持咒 一般 一般的 這個 那個 那天 在那個哪個地方 足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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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年紀很大 九十幾歲了 九十幾歲了 對 他本身來講 他不懂得什麼字 他不懂得修法 沒有關係 他會念佛 他會遲照 遲照 遲照 他念了二十幾年耶 看見他的這個心啊 大開 一朵蓮花 從虛空中 飛進 他的身體裡面 然後他看見自己呢 坐上了黃色的蓮花 一直飛到馬哈雙年 一直飛到馬哈雙年